一大群人在苗栗火車站 前多人混戰 聚眾鬥毆 兩派人馬持棍互毆 暗夜中傳出鐵棍 敲擊聲響伴隨者叫小怼罵 現場氣氛火爆 但看到警方到場 眾人鳥獸散 有些衝進站前大樓躲藏 但還是被逮個正著 警方一查發現 參與鬥毆的都是未成年人 兩名少年日前在公園打球時 因矽故發生口角 之後相約在苗栗火車站前講明 雙方未達成共識 而爆發這裡衝突 兩名高職學生因為打籃球 起口角 落人談判 把單純的球場糾紛 演變成16人在火車站前的肢體衝突 鬥牛扁鬥歐 嫌棄房東的下場通通被依送偵辦 叫中視閒連邊的警察苗栗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視新聞開始 中視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